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香酥蒙女啊 我们选择的原料 就是海里边钓上的麦扣 也叫马脚鱼 因为它是水表鱼 我们今天就是来给大家看看 怎么钓马脚鱼啊 看看就是在沟上挂上麦扣肉 或者虾 鱿鱼 都可以 因为它是水表鱼 然后把钓放到2到4米 就完全可以了 现在我放钓放2到4米 好 你看 很碳 这个水表鱼啊 它就吃钓了 好 你看看 这就是我们要现钓 这个现做的啊 马脚鱼或者叫麦扣 叫麦扣鱼啊 这个麦扣 那个数量上比较多 我们要搞聚会 就是能够终于叫大家吃上 每个人都能吃上这个鱼 它一个是富含深含鱼肉 嗯 老年吃了对健康非常有利 你看 好 好 今天来备了 在这个高潮的时候 它上钓还比较好 今天应该满足我们的原料需要 这个鱼呢有腥味 所以说我们有选择了这个香酥焖鱼 这个烹调方法去做 相信大家会非常满意 现在 是先把鱼去头去内脏 做第一步工作 把洗净的鱼啊 竹层摆放在高压锅内 这是我们做香焖酥鱼的 所有原料的配比 给供大家参考 下面把香醋 料酒 生抽 酱油 白糖 白糖 鸡精 胡椒粉 精盐 蚝油 放入一个容器内 用清水 将盘子的原料 撞入容器内 调匀 第三步 开始炒制调味品 锅上 开火 放油 首先 放进去 八椒 花椒 辣椒 炸出香味 炸出香味 然后 然后 放进 虾沫 蒜 13香 葱沫 炸出香味 加入前期调制好的焖酥鱼的卤汁 緊密 馅 滋至 所有的辣椒 辣椒 必须变成 高压锅内摆放的麦克鱼 酥鱼汁弄好以后 开始倒入高压锅内 大气上来25分钟,关火 都想吃过钓的鱼了,就在这个地方 如果您想看更多的相关视频 请您点赞和订阅